这几天很多台铁的东车族都在抢票 抢春节过年的票 但是随着网路付款购票系统出包 导致很多人好不容易预定到的春节东部干线车票就这么费了 这是因为系统拥塞 原本一分钟可以付款成功的时间 变成需要花五分钟才能完成 台铁就说 民众如果因为线上付款系统失败 导致订到的票费了 台铁会主动联络民众 并且帮民众把车票带定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